說回頭了 小霞 做個廣告先在這裏 你說 你說 我們州真的這個州長 你見到那個 他是 張仁出身 就真的是管理幾他條 我現在剛剛在州政府裡頭 我前兩星期在州政府開會這些 他們真的所有的東西政府管得幾有條理 我那天跟現在我們這裡整個州 我都有很多關係網 我們州就說 歡迎 他見到我就說 好像中國的人走 誰要走來 走來南邊 尤其是我們很歡迎 他說要地可以撥地 他們的地多 可以撥地 可以什麼 都說了很多 所以如果大家想 因為已經有些聽眾 有些聽眾寫信給我 就說 我們要搬來這裏 你說哪個地方好啊 就是搬來我們州啊 從紐約搬過來了 我在這裡說了 就不用每個福了 搬到呢 我們在北邊的中部南部 我們這裡是怎樣呢 北邊是靠華盛頓 這裡是不好的 這裡政府太大 你靠南邊海港 紐約那邊是最大的海港 亞洲運輸過來很方便的 我們中部南部的人很好 那些地方政府也很好 那些地方政府也很好 我做了一通廣告就是這樣 我剛剛從洛頓回來 真的老實說 小楊你就參加了遲了一些 如果前幾年有很多的移民 實際上現在都可以搞一個移民program 現在都可以投資移民都可以 但是有些已經自己移民那些搞定 我又不去介紹 但是我們說我們州的投資環境很好 我都很認識的 不過老實說 現在我背了香港議會 什麼都不用做 聽都聽不懂 實際上我最認識這些東西 因為你投資移民那些東西 我不是很認識這些東西的 這些東西就是我的專業 你想想我認識多少大陸老話 要來這裡 要移民來這裡 當然他們就不需要 但是有很多其他人 現在尤其是今時今日 那種需求 對移民的需求 如果可以來到 拿回那張綠卡 那些人制的 差不多 現在的問題 現在錢調出來就難一點 以前就容易一點 那麼多 其實很多生意 不是那麼多錢的 我們這裡有幾個 就是大陸的朋友跟我生 就說吃什麼都不乾淨 我說這裡 我們州是有很大的農業地 我們有一個地方原來種煙草 那些土地肥到什麼 肥到黑色的 是黑土地 那它原來種煙草 它就做了很多水 那些水 那些水 他說你直接去到那裡的水庫 裝一些水 就比市場好賣些礦泉水 那時候就做好那些煙草期間 每天就有一百一十二萬 十二萬加侖 一加侖是四升的 那些水 世界上最好的水 就是白白流走 那個旁邊是什麼土地呢 他說現在種黃豆 種大豆 我說誰要做豆腐啊 豆腐的失敗線很簡單而已 還有它是濕地 那裡整片濕地 那些泥就好了 是啊 所以我跟大陸朋友說 如果哪一個人 真的你不用 一增產線 你自動線很快而已 那我們州 就每年賣給大陸 就幾千萬美金黃豆的 大豆 大豆生意很大的 黃豆用來給牛吃的 氣豬不用黃豆的 氣豬不用黃豆的 我美國的黃豆 拿去炸做豆腐的 回到大陸 做炸豆油啊美國的黃豆 去中國做豆腐 做什麼 但是你的豆腐是百分之九十是水來的 是是是 朋友炸心 中國的水的豆腐都不敢吃 是 不如日本過來一條紙盒豆腐線 整條豆腐線生產 不用幾天的 日本呢 日本有的一部分的豆腐 在美國做的 很多年前它已經學會了 日本很多東西 你以為米全部是日本米 它已經開始用美國米 美國真的便宜了 美國的米在南卡裡面 很大量的豆腐 是 我們這裡呢 就是我們養牛葉啊 總之現在我們州 幾有意思 大家如果是 生活上他條啊 生意不大不小啊 那這些就幾好的 就很少 那負責招商那些在Richmond 還是在哪裡呢 你在Richmond 是啊 我現在 我現在進了裡面 你隨時找誰 我就隨時可以找到的 哦 就是小夏現在變成州的 維珍利亞州的官員 可不可以這麼說啊 是不是當不懂 那個官司說得對嗎 說得對 因為我們州道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學院大 現在是公立的嘛 所以我們就負責所有的 就是工作培訓 所以我們就要跟州的整個勞工 和商業部門一起工作 剛剛我現在才見了勞工部長 勞工部長 教育部長嘛 這個部長不記得了 那就是找他們去打個電話 都很簡單的 實際上最近現在開始 大陸這樣的情況 大把人走出來 真是值得想的 你整個廣東團嘛 叫那些廣東人來考察 不是做這行的人 哪些人想做呢 就是你剛剛 就是可遇不可求 碰到就介紹 但是這個不是你的職能 不是你的職能 不是的 你那一陣子在哪裏 你那些做投資銀行那些呢 你直接做 不是現在生意不能說的 現在說真的生意就是探氣 現在專心做一件事沒辦法 這個這個這個 不是現在都不差的 現在香港議會都不差的 這次呢 由7月1號開始 我們就開始公佈出來 有很多人支持 不是問題 但是支持的人 遠遠超過不支持的人 就是不支持那些 幾個出名的人 講一講都是幾百人 最多幾百人 但是聽到這件事情的人 以百萬計的 知不支持 不知道 但是百萬計裡面 反而那些人民 就是投票 可以投票的人 沒有人反對的 你變成票會有什麼反對呢 他有什麼理由說反對的 有什麼壞處呢 他沒有的嘛 他最多不投 他又可以投又可以不投 那他收到又不用錢的 他沒有代價的嘛 這件事是共產黨 沒有別的了 所以變成了 我們那時候計 很多人計 以為我們 只是用香港的人來投票 那你說香港的人當然不敢 大部分的人不敢 但是海外真的多香港人 香港人這麼當然的 很多人呢 很乾淨的人來香港住了一輪 然後搬了出來 那些全部是有資格的 這樣才厲害的嘛 香港人叫爭取雙普選 是啊 這個就是 這個沒有雙普選 這個現在要普選 大家有個投票 投出一個 就是和香港制定規則的一個實體 就是這麼簡單 整個香港議員做什麼呢 你就是選出來之後 你制憲嘛 大家聊天 聊天 聽出一套規則 大家以後要專手 不是你國家現在 你想一下 香港原來說有基本法的嘛 共產黨一個國安法 就是推倒基本法的 是 所以香港現在沒有法律的 就是沒有法律 沒有法律 沒有法理基礎 沒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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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用一些帽子扣,他不是行動 他說勾結外國勢力,到什麼地步你算勾結? 你走來美國找個預言聊天,你算不算勾結? 我是美國人,你跟我聊天算不算勾結? 你不能說我,我再三講我肯定是外國勢力 我又是美國人,民運這麼多年,我的勢力都不小 跟美國人打個招呼都可以說勾結的 什麼都說,說不清的 說不清的,這些事情 你如果回來跟他吃飯,再有一個原來在CIA做過事的人 你算不算外國情報? 我們以前做記者,第一件事是 看到有情報的人立即去問的,很簡單 我親自問過那些中情局幾個局長的了 他坐在那裡開會,你當然去問,你是記者來的 而且後面當委會,我們當委會有一個成員 就是原來中情局長來的 那怎麼去問呢? 是,James Moose,當委會的委員 你這樣抓著他問,當初你想問一些情況 那你算不算勾結呢? 現在想控罪呢?很容易的,大陸那時候試過了 我去找過中情局局長不止一次了 以前又,以前中情局局長 是,是 你壞了,美國情報機構 余茂春就是第一賣國賊 是啊,所以這些東西呢,余茂春我認識他三十幾年 他認識很多人,我也認識很多人 你說多少賣國賊你怎麼扣下來呢? 那所以這種國安法呢 是完全不懂得法律是什麼人的立法 拿些帽子來嚇人的 是 他就弄在香港呢,那些法就半通不通 什麼叫半通不通呢? 香港這些法官是有法律背景有基礎的嘛 那拿著這批法呢,他按照這個來執法 那些哪是執法的法來的?真是的 那,蕭茂,我想問問你 這個國安法大家都清楚了 香港人都頂不住,真是頂不住了 就是整個經濟被他搞窩了 就是玩完了,香港的經濟被他玩完了 那就少了,那你說 習近平看到整個經濟 那香港都這麼壞了 那大陸那些大家可想而知了 那他怎麼做呢?會不會 你猜他是死頂下去呢? 還是認衰呢? 很簡單一條,第一個他知不知道是問題 很簡單是會不知道的 這些一點都不奇怪的 一點都不奇怪 我覺得... 他也不想知道 第一,他迴避了 他不知道是常態 他知道是算他聰明的 是 他知道是算他聰明的 是 他要知道,我們知道的訊息 他要走過很多道關口 他真是說 偷偷地翻牆上網 才知道 他沒有辦法知道的 就是看下面的匯報 他每天都按著 那有什麼辦法對付呢? 他也沒有那個腦袋 沒有那個知識 那個結構來對付 他們唯一會對付 現在這麼壞 毛澤東以前是這樣的 管一個國家 他的策略很簡單 出了什麼問題 是壞了 肯定有階級的人搗亂 找敵人 誰負責就是這樣 他這套思維就是這樣 很簡單的思維 所以 很重要 這句話很重要 我們香港人 我們香港就是用生意佬的角度 哇 本事這麼重要 當然要跟證 當然要收回證 這個是一般生意佬的思維 你這句話很重要 這句話很重要 不是不是 我們不明白 第一 他被一幫人包圍著 他真的要找到真相 要微覆出唇 尼覆出唇 找到的理由 他有沒有這麼厲害 就不知道了 有沒有人問 接著呢 就算他知道之後 你的措施 你剛才說的很重要 他知道了之後 他有什麼措施呢 剛才你就說得對 你再重複一次 那就變成觀眾知道 會發生什麼 這個就是很簡單的邏差 如果他們一路認為 就是自己是對的 自己的制度是好的 現在習近平的制度自信 是優越的 是的 那麼優越法呢 出了問題 一定是有人搗亂 誰是搗亂才找這些人 抓了才算 是 他不是說經濟上 這個經濟循環 出了這個問題 投資哪裏哪裏 他根本是 第一個想法就是 誰這麼壞去搗亂 去抓 破壞 他說破壞 是 現在一樣 香港 香港已經進了這個循環 是 李家超 整個做警察 做頭 是不是 最後他一樣 警察一樣 這樣的思維 香港現在出了這些問題 哪個最灰禍首 走去賴蝕通緝才算 就是 拿個鑊 我其中一個 是嗎 就是退下去 是啊 你們搗亂勾結外國勢力 又不想自己 怎麼外國勢力 你都可以去勾結的 就是很簡單的思維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他有落到今天的地步 是不是 如果他真的有能力更正的話 不會落到今天的地步 真的看著他 我都沒看到碎得這麼快 真的 嘻嘻嘻嘻嘻 是不是 他就是 他就是那個思維 就是經常都是有敵人 有人跟他搗亂 這些問題 就是房地產出這些事情 中國不是 是沒有聰明人的 中國有很多聰明人 你看回頭 十年以前 房地產過的問題 2012年 就是習近平上台那一年 已經是很大的事情 我知道李克強 就已經看到很多這樣的 我也都知道誰去報告 當時有相當多的討論 但是中國的問題就是 你知道過熱 你知道不能夠這樣 怎樣殺制 中國 現在是一個背論 中國 你說它好像中央集權 說什麼地方沒有權 但是在某些方面 因為它計劃經濟 它做下來 地方又很有權 軟禁做 就是地方做正經事件 有權做 軟禁做呢 就是想著收錢 有些經濟可以賣地 它又有辦法去 因為你計劃經濟 你不是基於你的利潤 那些市場 叫做看不見的手 在那裡挑戰 所以它要跟著中央政府 還要為自己 謀利益的時候 它就有很多亂做的 現在回頭看就是這樣了 所以這個危機 在中國這個危機 不是現在 疫情是加劇了危機很多 疫情過完之後 就中國就原來 想著 又同煲同撈回來 全部 它想不到它一場疫情 它先是禍害了世界 嚇壞了世界 這樣回去 就變成這樣 怎麼搞得這樣 這個中間就是比較複雜的關係 所以中國在疫情 出現疫情的時候 它對西方 我那天說話先說 叫做Dangling 就是它 我譯回自己的 接著去拚拚一下 不是 它對西方 有一個就是 看一下我們專制制度 是怎樣可以這樣製造 這個呢 專制 把這個專制制度 就在西方 就是放了一些狗 吊饅頭 就是跟著去吃 西方很多人 包持的那些人 全部接受了 就是 這樣真的管得好 所以它這個是 又是一個 就是政治上 我們看到這樣的變化 所有就是 一個疫情 將美國的選舉 美國的政府 人民關係 全部搞亂了 所以當時很得氣的 中國很得氣的 以為這樣 誰知呢 最後害回自己 害回自己 到時候清零 清零 老實講 清零上邊叫清零 下邊 你上邊叫什麼 下邊就極端地做 做到最後呢 資本又不敢回中國 你怕不怕啊 你做投資人你都怕啊 所以呢 就這個整個危機 我可以說 中國現在的經濟危機 是積累了十幾年了 這十幾年房地產過度開發 所有這些 就是大量的資本 但是整個疫情 將這個事情呢 推到一個極端 推到極端之後 西方不反對 所以現在沒有負的 現在神仙都沒有負的 嗯 那最後你怎麼看呢 那個end game 就是怎麼樣 end game 沒有其他樣子 就是它現在 中國 我說神仙都沒有負就是這樣 你找不出一個可以 找不出一個能夠 救這個地方的經濟的一個 其實最後救經濟都是簡單的辦法 一條原則而已 你找不到這條原則 現在就是做到這個地方 地步就已經是 整個國家難得透了 所以它唯一的轉向 轉向就是國家控制 國家控制 包括國家分配人民的那些 生活用品 包括控制市場 它可以換解很多社會問題 就是走回去計劃經濟那一套 走回去計劃經濟 走回去控制人民的生活 是 是 它那一套東西它最精的了 它可以換解 可以等於 是啊 在這個政權就可以說 稍微就這個 就是對付 中國現在要進入 比如中國現在經濟呢 你看回中國實際情況 這個情況真的進入一種蕭條狀態 對付蕭條呢 就是西方對付蕭條 羅斯福上來對付蕭條 都是用國家權力 那中國對付蕭條 很完成國家權力 而且完成專制權力 是沒有人監督的專制權力 那麼我們看 它最厲害的 是啊 配給啊 那樣它最厲害的 是啊 那銀行就是 這件事情就是沒有人說的 每個人都以為它呢 迫到沒有辦法呢 就走回鄧小平那條路 但是呢 你現在的看法呢 它迫到沒有辦法呢 它就走 根本就是走回毛澤東那條路 鄧小平路現在走不通的了 就是以前走得通 現在鄧小平那條路 那條路已經被走到盡了 走不通了 怎麼走 就是你說鄧小平 大家放開經濟 那些經濟本來放開了 放開了就還跑得快 是 你現在怎麼走啊 我看不出怎麼走 我看不出中國 就是我跟中國的朋友聊 我看不到一個 一把鎖匙可以開這個帳 嗯 嗯 沒得解 解決 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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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去走專制 他們共產黨最厲害這件事情 它這麼多黨員 它走回去計劃經濟的意思 是啊 是啊 對它來說 它是很熟悉那一套 是啊 是啊 所以 現在看上去就差不多是這樣的情況 嗯 那就是差不多可以說 跟全世界真是脫歐了 也都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這個世界 我們現在大家看回頭 就是影響這樣看 這個世界專制國家 是多於民主國家 生活在專制下面 專制之間 是有互相那種關聯的 嗯 那現在最加上 就是這個大題目 不是一下子可以講到 但是呢 民主國家的民主 就是美國 看到是倒退 在掙扎著倒退 所以整個 我現在是Patreon 我推了這些文章上去 有一篇文章 我就真的覺得寫得很好的 就是說 我不一定是同意它的說法 但是有一篇文章 就是中美會有共同命運 就是講美國 就是它當然是比較悲觀 是 但是呢 有很多事情是值得悲觀的 就是說 美國政府 我看一下先 美國 美國出了整個專制 就是科技專制 對人控制 所以那些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值得警覺 所以我就想一下 就是我寫了一些書上去 通向奴役之路 就是 我就想有一本書 我跟大家推薦 就是 Hershley 就是 寫《嚴峰》 也就是《天然論》 它有一本書 就是 就叫 現在大家經常忍 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個人是怎麼來的 《美麗新世界》 《The Brave New World》 《A Brave New World》 很多人都說 《Brave New World》 這個字是怎麼來的 我就想將它那本書 它那個是反烏托邦主義的名著 是 是 那張他的那本書 就推上去 就給大家看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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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依然在科技 發展到 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人類社會變成怎樣 那這個是作為警鐘 那現在 你看英文文章 你經常看到人們說《Brave New World》 為什麼是《Brave New World》 有兩個字最多被人說的 就是講對未來悲觀 一個是《1984》 那個就是《Brave New World》 這個實在太忙了 我推上的東西很多 這本書很有意義 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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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在香港的人帶給我的 1975年 香港學生會 我做反革命的時候 我們反革命集團的時候 香港學生會有人上來支持我們 有人帶走一本《美麗新世界》上來 我是自體的 一仗都很深 幾多年 70年代 1975年 嘩 我現在是把一些 我自己以前對我影響幾大的書 我推上去 給大家看 這本書是什麼年代的 190幾年很早的 一九一幾年 一幾年 一幾年 這樣 所以 有時候看回一些明珠 最早開始 那些明珠的名字都變成名詞了 好像現在大家說 你看《英文報》的時候 《真理報》 什麼是《真理報》呢 《真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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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報》